特朗市議會第三次第2宿定期台會上午來開幕 但是一開始起我們就不會說太好 要訪問台湾市的人知道 知道你們這個國的信用是怎麼做 怎麼做的 重點也有 台湾市人會看到台湾市人 可以立法出你們的情報嗎 市委員貴情華將對議長貴西龍 其實可以在定期會廷署委員會當中 和市府一百空九年度中以勝安的退回中心驚討 太多有意見 因為貴西龍要做就怎麼做 一度永遠要賣 免得貴西龍氣氛是真不好 那至於呢 我們大會所做的一些的舉例 或是預算 重新檢討問題 這個書背上 報紙上都給的非常清楚 也非常有理白 我要講哪一句話 那你不是整理的理言 不是你說的算 那我希望呢 那我來講哪一句話 是議長有意見的真誠啊 想像剛才是不送議長貴回中議 算安之外 占底下議長 給房子的助理幫忙來敲到 這個規劃工廠下法 當時又制裁到其他議員 也是有這種狀況 要求議長貴西龍 公共青澈 到底是得有他的這個議員 不能把全部議員都拖下去 跟議員會寧願 公管的書 竟然在你們的公會 大賊下 他要說議員 收那三十萬跟十五萬 你們的收到那些 令書計程 我會說我會在法律部會的這種專領和什麼 沒有這個立法 你們的法律就能夠 那你如果要執政 那你如果要執政 我會說如果我們有執政 隨時都可以清理到 我會說前期 如果有不法你就會受罰罰 他面對的過情話雄言不便 跟相關的這個疾控過信用表示 是說他已經透過新聞跟到處來公開說明 也歡迎議員可以去告 只於說不便議長的這個事情 貴欣龍是會請說不是議員說了就算 他面對到定議會開幕第一天 議長跟議員就不會公開就好 列市的市長安慰貴和市府 就出場是看得過人人去 那邊新聞 等一下 議會 蔡芳博的